中和新欧洲社区的居民走到大厅参加活动 DIY做香包一起欢度端午节 因为疫情的关系 左邻右舍已经很久没有聚在一起联络感情了 现在台湾疫情趋缓 广委会规划了活动 邀请社区居民参加热闹过节 这次端午节的活动是为了让住户更有凝聚力 让住户的彼此之间的友谊跟和谐更加完善 防疫新生活就由参加社区活动展开 可以究竟休闲何乐而不为呢 当地中心里游志宏里长就鼓励里面都能一起来 这次的活动也别记忆 他们社区的主委跟管理单位也非常用心 希望这个疫情能在大家在舒缓的时候 也出来走动走动 增进大家祝福的感情 张维钦议员也到场共襄盛举 祝福居民端午节快乐 准备了香包啊 还有非常多工艺的摊位 那我自己也准备了一个小赠品 就是这个米 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家庭主妇呢 一起呢来用这个米来帮家人呢 度过美好的端午佳节 奶奶现场玩起的立蛋感到有趣 她说已经很久没有接触这些习俗了 在现代社区大楼难得一见 也让昔日过节的温馨再度于社区重现 记者卢秀娟综合唱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